自由亚洲 华盛顿首记 我是北宁 各位听众朋友 今年一时 长城内外 瘟疫横行 大江南北 洪水肆虐 六河上下 鹅毛大雪 雷电霹雳 四方地震 山体崩塌 桥梁断裂 不仅天灾连绵不绝 还有人祸相伴而行 有智者指出 在习建国的英明领导下 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 一举取得了下列八项伟大业绩 第一 垮了大陆的经济 第二 坏了大陆的国际环境 第三 外汇储备见底 第四 败坏了一国两制的香港金融贸易 并摧毁了这个自由贸易中心 第五 国际产业链断裂 第六 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七 美帝陈丁西太平洋战火一触即发 第八 台湾人 包括香港民众 对大陆人的认同率降至历史新低 这短短的数年 八项政绩 刊为中国有君王以来的治国奇观 如果再加上两项 第九 彻底逆转了持续百多年的美国对华友好政策 第十 不出一声让新冠病毒传遍世界 不发一枪让全球致死人口53万 这就是有人类历史以来的治国绝想 理正奇观 今年是近代第四个耿子年 自从中国进入李鸿章所说的 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以来 已经经历过三个耿子年了 没有一个不是灾祸横生 就说1840年的耿子年 中国人无以抵抗鸦片的诱惑 却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 歧视满蚁白人 最终海战惨败给英国 割让了香港 1900年耿子年 慈禧政权不思改革 怂恿权匪祸乱 导致八国徒就十一国公事馆 而入侵中国 朝廷自取其辱 最终赔款白银 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 1960年第三个耿子年 中共一手制造的大饥荒 他们一直说叫自然灾害 饿死人口高达六千万 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球死亡人口的总和 自古天之警示 必然异象连连 国之厄运总是假人之手来推进 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耿子年 败相正在展开 各位朋友 这一次的华盛顿首季 北明要选择那位在中国大陆 以一己之力挑战昏君恶政 抵抗灾难的书生 许章润 我们要在这个耿子年的大变局中 为他和他的作为 以及他的遭遇 历此存照 用备未来 相关的消息是 前不久被囚禁七天释放出来 变得一无所有的许章润 中国法学家 收到美国哈佛大学 费正清研究中心的访学邀请 研究员聘书 坊间因此为许章润欢呼的声音尚未落地 传来了另一则消息 许章润早前已经被禁止出国了 许章润为啥原因 让当局如此的惦记呢 梳理一下许章润近年的大事迹 可以看出脉络 我们来看一看 2016年 袁月 许章润撰写并发表文章 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 强调14亿人共享家园 反对一党一派 独霸江山 2017年 袁月 许章润撰写并发表文章 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 文章反对斗争治国 警惕言论收紧 抵制极左思潮 2018年 袁月 许章润撰写并发表文章 保卫改革开放 文章警醒文革势力 泛起的倒退潮流 2018年3月 许章润撰写并发表文章 世界体系中的改革开放 以世界一体化观念 论证中国改革开放的文明前景 这一年的7月 许章润撰写并发表文章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指出当局倒行逆施 阐述朝野迷惘 提出若干建议 引发社会关注 这一年11月 许章润定稿文章 低头致意 天地无边 从历史文化 全球文明地缘政治学角度 肯定并纪念 中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 12月 许章润撰写并发表文章 自由主义的五个战场 盖揽现代人类政治版图和文明进程 以世界体系和自由主义观点 解读中国当代的变革 2019年 元月 许章润撰写并发表文章 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 辨析帝国概念 论述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中 求政治的永久正当性 展望一个全体公民 分享自由的共和国 2019年3月 许章润被清华大学当局 暂停教学和学术工作 2020年 耿子年 许章润继续以笔起义 建制当朝 呼吁政治改革 元月 许章润撰写并于2月发表文章 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分数8项 怒斥习近平治国恶道 和国事逆转局势 指出败向已现 预言 宪政倒计时开始 2020年 耿子年5月 许章润再度撰写 并发表文章 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 全球体系背景下 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 文章分析 中国疫情下暴露的弊端种种 敦促跟踪世界秩序变动 以真相与责任 遍立中国政治基础 在此两个月之后 耿子种下到来 许章润的命运急转之下 7月6日 许章润突然遭当局羁押 并被构陷嫖娼 文明世界震荡 抗议之声跌起 三天之后 7月9日 许章润在被剥夺教学权 学术研究权16个月之后 被清华大学当局 开除教职与公职 再过三天 7月12日 许章润被释放回家 全面监控开始 7月19日 许章润以淹在 半个中国中的洪水里的难民为面 以麦文买米为友 慈谢清华大学500多人次 为他的义捐 7月26日 许章润14天隔离期买 外出与友人聚会 一天之后 7月27日 许章润微信账号再度被封 再过一天 7月28日 许章润与北京两位律师会面 并签署委托书 委托他们向中共警方提出行政复议或诉讼 到了8月 8月的7号 许章润收到美国哈佛大学 慰问信函和邀请 意向函 5天之后 8月13日 许章润的邀请机构 哈佛大学向许章润发送聘书 同时 在预期中即将到来的 哈佛大学聘书 邀请正式抵达之前 许章润被中国当局 耻夺四项基本人权 禁止离京 禁止出境 禁止接受采访 禁止接受资助 接下来是6天之后的8月19日 许章润收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聘书 同日 他收到清华大学失业人口告知书 他为校方正式的解雇 人说 盖棺定论 许章润人生正值盛免 盖棺海藻 定论代官 但是他作为教授 已经被取消了教学资格 他作为学者 已经被耻夺了研究权力 作为知识人 已经被封闭了言论空间 作为平民 已经被禁锢了生存手段 作为一个人 他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而在如此的绝境当中 他还被竟然被禁止接受资助 今天是西元2020年8月25日 中国进入近代史以后第四个农历耿子年的重向 这里是大陆中国太平洋彼岸的自由之邦首都华盛顿 本节目要在今天 在这里为许章润遭遇历此存照 历中国当局剥夺章润言论自由 扼杀章润血脉 禁闭章润行动空间 侮辱章润人格 断绝章润生计一案 存在后世照查中国当代国家犯罪之奇决 专权凌霸之张狂 奸命当道之邪恶 学府屈言覆试之卑贱 各位听众朋友 被当局特别关照的许章润竟是何人呢 他是这个耿子灾变之年的献祭者 他是中国公益与良知的殉道人 听众朋友 我现在就要把许章润回复哈佛大学聘用函的文字 读给您听 这不只是一封致敬的回函 这是陷于困境中的许章润的明智之言 训义之声 致哈佛驻军 请接聘书 忠心欢喜 一个甲子里 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 惨淡经营 薪火相传 急劳急会 灿然大观 位为世界汉学中心 此时此计 寿其妖 担其直 应其位 天涯咫尺 心里忧同 予有荣焰 直为实直 无外乎读书以至思 作文而讲理 则事智于道 风生与生 皆为心生 而义在其中 无分忠息 畏乃虚畏 既无薪酬 亦无教务 则家事国事 都是人事 唯起早贪婉 勤勉用功 不论古今 无宁 驻军 开然 武艺 心然 其心 旨在标局 其意 旨在象征 而沧桑 同开者也 其所标局者 独立精神 自由思想 于不屈 人格也 非精神之独立 无以托 俗地 无自由之思想 哪会有精神之浩瀚纵横 无远 伏界 唯秉此独立 与自由 这此皆肉身 与世俗人生 方才秉持超越性 而于日生月横中 堵漏不缺 量呛前行 在此 也正是在此 读书人 从道抗世 以人格不屈 为万民标本 哪怕 辅越玄境 无人不屈 将何万古 其所象征者 声声相应 心心相应 灯灯相应也 学术乃天下之功器 法义以明理为己任 在下 以法学为业 法学院起居四十载 自当奉守此讯 不敢烧谢 而以追求真理 捍卫公义 为直至 此为天下书生之共性 而为自由思想之本根 本来 同为精神王国的思想奴工 义之于思 欲之在义 而免之以道 如此 则皇权道上 携手同行 心照神交 五道不孤 更在于 五人坚信 正义 持除于土 但总会到来 纵便为此 必须献上头颅 由此 至暗时刻 晚必前行 心火相应中 逐照前路 神流气场中 呼唤未来 而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痛何如哉 快何如哉 回头一望 五邦文教风华 远远流长 也曾流金一彩 光前启后 近视落伍 破败衰退 而终究 见贤私奇 急起直追 强义力行 不幸 晚尽已还 左冲右突中 不其然间 沦落为 法日私主义之试验场 曲线成 苏维埃恶政之殖民地 邦国既为殖民地 一万生民 乃成带点人质 与纳税劳力 人民消失 主权者缺位 见证当道 有的只是 数目自户口 与纳税单位 于是 极权横霸 是残暴专政 以谎话治国 野蛮所致 文教灰腿 生民涂炭 几十年里 数千万同胞 恶必在家园 斗死于祖国 神怒民怨 夫妇和言 后来之所谓改革开放 意味着面对时事 有所悔悟 低头致意 见归正道 不得不然 这才让大家过上了几天好日子 可惜江山一改 而极权本性难以 体制之自我中心保全本质 决定了和平转型之不可能 于是 历史大转型走到最后临门一脚之际 冲雪祭族 野心复然 心心念念的 还是唯有江山二字 则一意抗拒现代普世文明 拒绝承认人民主权及其共和理想 这一现代立国之本 孜孜暴残首缺于极权专政 岁有八年来的道行逆施 再度指华夏制道于力宪民主 人民共和 这一普世正道之对立面 而将此前亿万国民之血汗积攒 几乎挥霍殆尽 令几代人辛苦打拼之局面 恐将毁于一旦 国运之极极为大 民生乃难免遭殃 历见目前意 须 你们已经垄断了真理 何必防范妇如张口 男女欢笑 你们早就占山夺田 动辄强拆 为何见不得女人撒娇 市井喧腾 百姓碗里有肉 你们有权裁断生死 竟亦万民容哭 本不该恐惧 木地的鲜花 寡妇悲伤的泪眼 你们管天管地管空气 横行霸道 却居然不怕天打雷劈 洪流滚滚 瘟疫遍地 可事实是 从来就是 你们蔑视一切文明 遭见一切人间美好 见不得生民安康 根本不懂风花雪夜 唯独崇拜粗满 善用奸诈 竭尽邪恶 原因正在于 你们害怕一切 包括害怕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那如地狱一般 幽暗的肮脏内心 你们有义 有权 也有利 耻无教旨 断无生计 枪无学脉 足无思虑 如无人格 困无行止 乃至于雷泻无身 灭绝无命 可终究挡不住 骚客碑秋 村姑叫春 寡人好色 更何况 那草长英妃 日生月落 愤怒的人民 已不再恐惧 上天 你在问我 是的 上天无亡 远山起雾 风在吹 我活着 我们依旧活着 支撑我们活下去的 是你曾经遇世万民 那个叫做尊严和自由的 不屈信条 那个天下万众 回荡心田的 人之为人的 永恒福音 人间美好 村子里有温柔的悲伤 不容电话 大地沉默 暗夜中 梦将女在梳妆 雪舞长城 上天无亡 你看 你再看了 好一个大千人士 岂容邪魅恒行 致敬哈佛 再写驻军 许章润 2020年8月19日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 华盛顿首计专题 历此存照 许章润 我是主持人北明 北方的北明天的明 谢谢收听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许章润